歡迎收看 治手自根自尾單字記憶法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 治手自根自尾單字記憶法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最重要的是 希望透過這個單字記憶法的學習 一方面能夠提升我們被單字的一個效率 再方面也希望透過這個方法 能夠在我們看英文文章時 遇到不會的這個單字 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推測出這個單字大概的意思 以提升我們的英文閱讀實力 當然也希望整個影片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看一下今天 治手自根自尾單字記憶法第23集 介紹兩個字首一個是im 那麼這個叫不否定或無的意思 那麼再來一個iniril 不否定無都是否定的意思 有im有in有ir有il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先從im這個不否定無來看一下 有三個例句我們看一下它是怎麼分析的 第一個呢 imense 叫immense 那麼immense是一個形容詞叫廣大的或無限 廣大無限我們看一下分析 im叫無 m-e-n-s這個叫度量 測量度量 那無度量就是沒有辦法去測量的 那就是廣大的immense 叫immoral immoral 它是個形容詞叫不道德的或邪惡的 不道德或邪惡的 一樣我們看第一個字首 im是不否定的意思 m-o-r-a-l 這個以前 那麼這個 研究背過這個叫道德的 道德 moral 道德 那就不道德的 不道德叫immoral immoral 不道德的 否定的沒有道德 immoral 這第二個 第三個我們看一下 im-p-a-s-s-i-v 中音在後面 im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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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ssive是行動詞叫沒有感情的 沒有感情 我們看他分析 im 叫做無 p-a-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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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性质 那叫什么 无感情的 一点感情都没有 完全无感情 这个叫 impassive impassive 好 这三个 有关于 IN不否定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INIRL 所以说否定的是很多 很多之前我们介绍过 UN也是 unable 就不能的 所以否定的是很多 INIRL都有不否定 我们各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第一个 INFORML INFORML 那么INFORML 是一个形容词叫非正式 INFORML 我们看一下它的分析 IN就无 FORM FORM 这个也背过 FORM就是一种形态 一种形式 特别注意它是 FORM跟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 把放在前面叫FORM 从哪来的 从哪来 所以这个是FORM INFORM AL是属于什么 也是一个形容词的字尾 形容词的字尾 好 那么这个 没有任何形式的 就是非正式的 也就是不是官方 非正式的 非正式的 所以说INFORMAL INFORMAL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IR也是否定 I-R-E-G-U-L-A 叫REREGULAR RE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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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音也在后面 REGULAR 那是一个形容词 叫不规则的 我们看一下 它IR是不 REGULAR 是规则的 那么不规则的 叫INREGULAR 没有规则的 没有章法 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 叫INREGULAR 好 第三个 I-L-L-E-G-U-L ILLEGAL 这个字我们常看到 尤其在一些 犯罪的一些新闻的 那么解说里面 都有所谓的 非法 非法滥捕 非法 这个 这个 从事什么事情 非法交易 非法怎么样 叫ILLEGAL 行动词叫不合法 非法 我们看它的分析 IL是不 LEGAL 当然就是合法 ILLEGAL 这个不合法 也就是非法 ILLEGAL 好 我们再把这 六个字来念词 第一个 IMMENSE IMMENSE 广大的 无限的 第二个 IMMORAL 行动词 不道德 邪恶的 不道德 就邪恶的 第三个 IMPASSIVE IMPASSIVE 无感情的 铁实的 铁实心肠 无感情 完全没有感情 IMPASSIVE 再来INFORML INFORMAL 非正式 非正式 INFORMAL 那么再来 IREGULAR 不规则的 否定 不规则的 IREGULAR 再来最后一个 ILEGAL 不合法 非法 ILLEGAL 这六个单字 我们经过这样分析 很快就把它牢记在 心里 那么再看到相关单字的时候 这些单字 我们就能够猜出它的 大概的意思 使得我们的阅读税 阅读的实力能够提升 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 如果对大家来讲 是有帮助 别忘了 订阅 按赞 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受到我们 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 期待 下次 单字即法见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